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牛轉乾坤 我是投資朋友大福星徐造星 已經快要放連續假期來搞這一出 你在台股的部分早盤的時候 一度開低震盪 大概在10點鐘左右 差一點來得到平盤 當時來講所有的投資朋友都一片的樂觀 在想什麼 金管會的第四支箭真的有用 開始忘了 結果尾盤又往下殺 當然喜歡解盤的人會跟你講說 早盤的時候忘上了 是因為金管會的第四支箭有效 尾盤都往下殺是因為 美股在大跌 納斯達克在大跌 我聽你在鬼扯蛋 美股昨天大跌 到處和納斯達克大跌 應該是導致於今天台股的部分之間開低就要震盪走低了耶 為什麼今天台股的平盤可以拉到平盤附近 所以我覺得解盤實在很厲害 看人說人話 早盤就急啦 然後金管會的第四支箭有效 你還記得盤前的時候在開盤之前 大家都說金管會的第四支箭根本就沒有效 那鼓勵融資鼓勵投機客 那到底看法是這樣子嗎 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如果今天徐老師看法跟其他老師分析是一樣 看法是一樣的話 我如果今天來講行情往下跌開始在悲觀的話 我可以轉台了 所以我常常跟你講喔 解盤就由於輸家嘛 買對賣下來是贏家 每天跟你解期貨額不多少 空又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重點是要買對賣對啊 你知道是空 你知道去世是空 你就給我做空 空到底 回不掉 然後賺錢就是贏家嘛 假設你覺得行情跌到這個地方 已經跌無可跌了 你就是買對的個股 你就是買多 而不在那五四三 那結一大堆到底是該買該賣 那到底是該買該賣啦 贏家就是大家在賺錢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大賺 之前行情往下跌的時候 台家說有沒有連續三天三更漲停 那今天台家做沒有漲停板 到底該怎麼做 贏家就是大家在賠錢的時候 你要進行小賠 一定會賠 那今天來講行情往下跌的時候 到底該不該停損出去 蛤 到底該不該賣啦 學老師到底該做抉擇了沒 到底該不該賣 回過頭來看 大盤的部分來講的話 震盪走低 K線先帶你看一下 喔 很像要再度回之前波的低點囉 當然喜歡做多的人 習慣性做多的人 死多頭的人會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準備要足雙底 那為什麼之前不講說要足雙底 啊 為什麼之前彈上去的時候 為什麼不講說要足雙底 那當然做空的人會跟你講說 啊這空頭趨勢嘛 這本來就是空頭 這個望下任何反彈就要做空啊 那各說各話 各吹各的一把吊 到底徐老師的看法是如何 來啊 回過頭來看一下啦 先看之前的就好了 太久以前不要講了啦 10月6號禮拜一 當時來講大盤的部分要往上衝 12回檔修正 我說你一定要留意啊 指數它是在下降軌道線的下緣 來到昨天時間點 我還一直在跟你提醒 就是下降軌道線 代表中長期 短中期它就走空嘛 短中期它就走空 你如果說要搶多的話 你要記得搶完反彈要記得要跑 因為它叫反彈坡而已啊 你要避開全職股你要買的話是買中小型個股啊 有沒有講 都有在講啊 都沒有在聽 那轉來轉去的 你還記得我們的金管會 我們的部長 我們的政府官員跟你講什麼嗎 還記得嗎 我們來看電腦畫面 這一天啊 10月3號的時候 他講什麼勒 還記得嗎 我稍微回顧一下啦 10月3號的時候他講什麼 要讓外資全面的後悔 台股的部分要結束外資的賣超 要讓外資全面的後悔 導致於這天來講大漲 結果連三天又吐回去了 還不只是吐回去之外呢 到今天來講的話反而是倒賠 怎麼辦啊 我們都是聽政府官員的話呢 那怎麼辦啊 再回過頭來看 當時我跟你講說買中小型個股 然後我跟你提醒 就是買生技和汽車零組件 生技類部分你要修多慢的 你要先等一下子 尤其是新藥族群 我所有事情我習慣講到前面 我是看好的 我是看好生技的喔 但是我說新藥族群你要先等一下 為什麼 我說指標鼓叫他啊 浩鼎的部分來講 來到高檔震盪盤 他衝高 衝到歷史新高 高檔震盪盤 你給他一點時間 他要稍微回檔修正一下嘛 不然沒有利息啊 大盤的部分回檔了 你這樣衝高 不對嘛 所以讓他回檔一下 要衝再來衝 喝足了吃飽了再上嘛 所以你看浩鼎 在沒有望上衝之際 你就會發現到 我就跟你講不要碰啊 先不要 你先等一下 你看今天雞啊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把我的話 給聽進去啦 你看今天志勤 你今天有沒有去追到志勤 你以為徐老師 今天已經買回來了嗎 又往下殺 好可惜喔 我說來到股票市場裡頭 每一個人都想要賺錢 你在股票市場裡頭 輸錢是非常冤枉 真的很可惜啊 好不容易存了一點錢 所以節目的部分 你要認真的看 你要仔細的看 重點的部分 重點提示 我會一直不斷的附送 一直不斷的附送 再回過頭來看 10月6號的時候跟你講 這就是反彈波了 你要避開來 所以今天指數往下跌 全資股往下跌 你應該不會重傷才對啦 我講真的 你如果把話聽進去的話 那來到今天怎麼看呢 今天部分行情是這樣子走 到底怎麼看 到底怎麼看 生肌類股來講 今天為什麼基亞會中錯 因為我們都關注在浩鼎的部分嘛 我頂多會提醒新藥部分不要動 但生肌類股來講後院失火了 後院失火啦 之前好股票 這生肌的高價股啊 今天開始在補跌了 不好意思 這個不是有合併題材的美食嗎 這不是有合併題材嗎 今天怎麼說排一盤排一盤排一盤 突然就打下去了 後院失火 導致於他開始往下跌 導致於他要衝高 要開始往下跌 但是你會發現到 奇怪安城藥要持續往上攻欸 奇怪安城藥要持續往上攻欸 海外體的部分還持續還有辦法抗跌 所以生肌類股來講在一個地方 在大盤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的話 個股表現差異性非常非常大 這個就是之前為什麼我一直跟你講 你手上有基亞的人 我說基亞真的很可憐 有些人買到400多塊 我 你自己回去看重播帶啦 我沒有時間跟你調了 我說你真的有的你趕快來 我不是唯言聳聽啊 我不是唯言聳聽啊 在那邊打到跌停板 那基亞要排一盤排一盤排一盤 建議跟黑K棒 會不會再次回撤前部的第一點 那現在來講 手上有基亞的人到底該怎麼做動作 還是一樣 天助自助人助啊 你自己要幫自己 你自己要幫你自己的忙 那真的不會做的話再打電話過來 我想辦法來幫你的忙 好 再來看下去喔 升級類股的部分因為後院失誤 導致股票來講 今天做一個落後補跌的動作 汽車零組件的部分 我昨天跟你提到 很多的個股來講的話 它還是要供 該供還是要供 你會發現到今天來講 維生的部分早盤是為了一度強勢 尾盤稍微做個下壓 為什麼 因為大盤的部分實在太差了 包含誰 車廂店的部分也是一樣 大盤太差被它拖下來 但是呢 這個F6會持續往上攻 所以汽車零組件的部分來講 像主流類股它還沒有異位 還沒有異位啊 Tesla來講它今天 美國時間它要出現Mondeo S的嘛 對不對 新車不是要推出來了 它不會因為今天台股往下跌 要不推新車嘛 我待會兒有機會再跟你講 蘋果概念股的部分來講 我昨天跟你講3008 大力光和可乘的部分 昨天都跟你講過囉 今天來講誰要補跌了 F補類啊 啊怎麼辦 投資朋友怎麼辦 怎麼辦啦 台股的部分今天為什麼一度 準備要挑戰平盤附近 又給你殺尾盤 每一次你看近期這幾次啊 這幾次台股的部分 你光看K線圖就好了 連續幾天給你拉下影線 拉下影線 拉下影線 讓有些投機客怎麼樣 我知道政府要互盤了 我知道每天就會留下影線 所以昨天美股一暴跌的時候 澡牌一開低 先跳進去搶一下 先跳進去吃一下豆腐 果不其然讓你吃一下短暫上的豆腐 但是你沒有跑 啪又給你拉下沙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沒有人跟你講啦 看我節目啦 這叫改變慣性 我為什麼要改變慣性 我每次給你吃豆腐怎麼都可以 每天開低震盪走高不行啊 你每天這樣做的話 我要互盤要互到什麼時候 今天就故意要改變你的慣性 我不讓你吃豆腐 修理吃豆腐的人 我看你明天怎麼做 我看你明天怎麼做啊 每天來講開低就震盪走高 哪有這回事啊 那每個人都發財啦 那今天來講就故意給你修理一下 讓你不知道我明天怎麼做 那明天來講有沒有可能 直接衝上去了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啦 來啦看一下註解 10月8號禮拜三 破9000點 你自己去看 想盡一切辦法用鈔票換股票 就是買股票就對了啦 我也來要幹嘛 你自己看我不要念啦 太敏感了 每個人都說我選舉行情 今年來講九合一又怎麼樣大選大選大選 我看不出來有多大的選舉耶 你看得出來嗎 報章雜誌媒體打開來看 每天都跟你講說 台北市的市長兩位候選人 然後攻堅啦 然後怎麼樣湯屋啦 然後又怎麼樣 股票怎麼樣怎麼樣 新北市候選人有誰 桃園縣有誰 新竹咧 台南咧 那個選舉文化啊 真的是啊 好啦那不然當然我們不談政治啦 重點來講 股票怎麼做嘛 股票怎麼做啊 今天來講很多人 都跟你講金管會的第四支箭 啊啊啊了無心意啦 那開放融資啊 鼓勵當衝客啦 怎麼不取消大戶條款啊 人雲亦雲 人雲亦雲 因為現在媒體的部分來講 實在太發達了 因為資訊又透明化 那每個人都可以講一句話 那每個人講 雞飛城市一樣 政府有在做事情 就要給他拍拍手鼓勵一下 也許做得不盡完美 但是他人家有在做事情啊 那為什麼現在來講 他馬上取消到大戶條款 唉不賣關子了啦 直接看啦 監管會記第四支箭 法人來講 我都實質成效有限 11月10號 11月10號才要正式上路 為什麼要講到11月10號 為什麼要講到11月10號 現在才10月8號而已耶 國慶日都還沒有放耶 那為什麼要拖到11月10號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到11月10號 因為11月底要選舉 所以要訂到11月10號 為什麼要訂到11月10號 不訂到11月9號 不訂到11月8號 人家官員他做事其實是很細心的耶 你以為官員都吃軟飯的喔 他為什麼可以當官員 他有一定的能力 不要小看他 所以一片踏發聲之後 徐老師要站出來為他們講話 其實做得很好 不然我問你啦 如果是說今天推出來 如果是說今天取消大戶條款的話 那真的完蛋了 如果是今天取消大戶條款 我講假設今天第四支劍 撤出來 我就是要取消大戶條款 那會瘋掉 你知道為什麼會瘋掉嗎 因為美股昨天中錯 那可能一天行情 反應完了以後就結束了 但是我今天來講 我把大戶條款 我會不會講太多啊 我今天把大戶條款放在最後面 讓你一個夢想出來 讓你一個夢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投資人他就會願意 逐夢踏實 他會看背後那個東西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來講 這厲害 這個是厲害 這是厲害 好啦不看這個地方了 那未來講 有沒有可能第五支劍 第六支劍會出來 當然有可能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主委有講過 他要觀察成交量 上市上貴加起來成交量 要到1150億 要到1150億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有沒有到1150億 他出的第四支劍有沒有出來 1150億 沒有啊 上市693億 上貴255億 上貴的量越來越大了對不對 但加起來講 還是沒有到1150億啊 所以他不要出來 他箭頭裡頭很多劍 人家有講 他箭頭裡頭很多劍 要不要推 還要嘛 因為沒有達到目標啊 再看喔 第二項來講 外資是否真的回頭 之前來講 連續幾賣之後 有一天買40億 結果隔天又賣40億 今天來講 又在賣了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回頭啊 然後呢 第三個是要看什麼 外資匯出金額是否縮小 這個要看誰 外資的匯出金額是否縮小 要看誰 要看台幣 台幣到底生於扁 很明顯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 這個厲害了啦 這個要看誰 要看我們11A的央行總裁 我先給你看一下喔 今天尾盤你不要看 因為尾盤的部分是干預的 在盤中的時候 台幣的部分是怎麼樣 是升值的喔 歐元是貶值的喔 日元盤中的時候是貶值的喔 歐元貶值 日元貶值台幣的部分盤中 為什麼要升值 為什麼要升值 我們CEA總裁進來了啦 雖然尾盤稍微人為干預一下 做個貶值的動作 為什麼尾盤要干預 我跟你講那個匯率的部分喔 我稍微提一下 我真的沒什麼時間了 匯率部分來講 他要干預 只能干預最後一盤 為什麼要 因為他干預 他要讓公司大戶 他要讓公司的人知道 讓市場的人知道 現階段而言 他準備要慢慢走升值的動作 要讓你去做避險動作 慢慢開始要讓你知道我要做避險 你開始要做避險囉 但尾盤的時候還是要順著 他還變成貶值的動作 反正這個地方來講 他準備要升值了啦 言下自己就準備要升值了啦 答案跟你講清楚 再看一次喔 承接到到1,150億 明顯沒有到嘛 所以未來來講 他還有第五支箭 第六支箭 外資沒有回頭 所以還有第五支箭 第六支箭 外資匯出看台幣的部分 台幣的部分盤子的時候 已經在做升值的動作了 誰進來了 總裁進來了啦 都不要 所以看行情喔 你要看到細微波 要看到很細很細 因為現在行情真的不好做 你如果大蠟蠟的 大蠟蠟你賺不到錢 要看它很細 你就有機會 行情的部分雖然旺下跌 雖然難做 我知道 但是有沒有機會 有啊 有啊 你想辦法避開這種股票嘛 我昨天就跟你講過 我沒有時間了 我昨天已經跟你講過 大力光合成底下那個地方可以買了 包含昂寶 對不對 都一直跟你講 都跟你講了 我說當大力光合成止跌之後呢 要看誰 當大力光合成 如果進行止跌的話 要看誰 今天其實一度有這個徵兆耶 你看可成 早上又說望上宮 一度有這個徵兆耶 一度有這個徵兆 我用這個股票來講 如果是急殺下來的話 可以買 急跌的話可以買 我覺得大概都跟你講過了 我不能跟你講價格啦 規定的啦 但我今天跟你講大概這個區域了 大家可以急跌下來可以買 但是他不會飆 我們這樣講 那看誰會比較會飆 小的比較會飆嘛 於是乎我昨天10月7號的時候 禮拜二末跟你預告 我說口袋名單放這個地方 K線我給你看 我不怕你招 我不怕你拆到 我怕你不敢買而已 或者大肥羊 確定進場之後我再來分享 我昨天還沒有進場 我今天進場了 我今天進場了啦 因為大力觀看可憐 看起來就準備要止跌了嘛 看起來就準備要止跌了 這張個股來講 已經領先發動了 急保庫存稍微給你看一下 透露一點訊息 讓你有辦法可以找到 這張個股我還沒有辦法給你啦 真的不好意思啦 因為今天來講他比較強勢 那量人來講他還沒有放大 因為大盤今天也沒有什麼成交量 他要1000張以下 那這個股票來講 我已經帶部分會員 已經進場做布局的動作 我再考慮一下好不好 給我一點時間 明天如果是有機會的話 我直接開放給你索取 都沒有關係 那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明天再讓我觀察一天 我今天已經先進場卡位了 一部分的會員先進場卡位了 那我今天可以給你什麼東西 還是一樣7120組件 7120組件的部分 今天很多的個股 被大盤拖累打下來 我跟你講是絕佳的機會 把電話給波通 今天一樣 我不限名額 大盤往下跌 我們就要逆風飛行 這個地方來講 攻擊就是最好的防守 你相信我 這個地方 汽車零組件它還沒有走完 把電話給波通 全部都送給你 下個階段回來的話 好好跟你報告 為什麼現在還是要做汽車零組件 待會見 等一下喔 喂 為什麼最近公司通訊死角這麼多啊 沒辦法 基地台又被拆了 媽 什麼事啊 要沒帶手機要沒通 我快擔心死了 待機通訊設備嚴重受創 各家電信業者正在經濟搶救當中 你怎麼來了 你的手機都打不通 我跟媽都快擔心死了 爸 基地台電子坡 危不危險啊 我們的基地台都符合國際 和國家的安全標準安心啦 我們堅持尊嚴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累積經驗 凝聚實力 向下扎根 穩定成長 頭顧界永遠誠信的品牌 永成國際頭顧 零二二五四二八九九九九 二五四二八九九九 我們堅持尊嚴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累積經驗 凝聚實力 向下扎根 穩定成長 頭顧界永遠誠信的品牌 永成國際頭顧 零二二二五四二八九九九 二五四二八九九九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兒牌 兒牌氣密窗 專利複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三點五倍 有了兒牌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男友 嘴氣體啊 先用氣體啊 五分鐘 歡迎再回到現場怎麼辦呢 又只剩四分鐘的時間了 一大疊的 一大疊 沒有關係我挑重點跟你講 我挑重點跟你講 行情接望下抵 沒有成交量 準備要測前部的低點 到底會不會破 我跟你講那不重要 我不管大盤的部分到底抵到哪裡去 到底外資要不要回頭 到底政府要不要射出第五支箭 我說我都不管你 他不可能會去影響到 德國寶馬 也就是BMW 推出的自動駕駛的進度吧 他也不會因為台股大跌 外資不回頭持續賣 他也不會因為 TESLA也不會因為這樣子 禮拜四 他就不會發表會嘛 所以我說過了 該來的他就是會來 該漲的就是會漲 他不會因為台股殺尾盤 他而不做 聽懂的意思喔 這個是長線的一個趨勢 長線的趨勢一旦形成之後 你要利用任何的一次的震盪的拉回 進去買啊 幫你們賺錢 看電視賺不到錢的啦 你要用力的買 你要用力的買 大買特買 低點不多了啦 於是乎 我當時跟你講車聯網 然後呢 我講什麼勒 9月17號 以及9月18號 我跟你推這個股票 當時是遮起來的 我說你要真的要開始的人 就是從明天就開始了 當下就要做決定了 你不能等到明天開盤之後 到底我要不要買 我要不要買 是不是全部都從籌碼面 做切入點的動作 以技術分析來講要做切入點 10月3號的時候 我跟你講漲停辦了 兩天兩根漲停 是不是該標就會標 三天不是三根漲停 你一旦大盤要往下跌的時候 你可以找到三天三根漲停辦的個股 未來行情開始旺上攻 你覺得 你有沒有機會賺更多 所以大家都覺得沒有行情啊 那我反過來問 我沒有行情的時候 都可以做成這樣的話 將來有行情的話 是不是賺到翻掉了 我不曉得啦 你自己去做評估啦 好不好 那今天大行情的部分 時速的部分 開始往下跌 它怎麼樣 盤中在創波段的新高耶 三根漲停之後 盤中在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我管你的勒 賺那麼多了 所以不要放棄 台灣是一個很美好的市場 雖然中間來講 很多的資訊不對稱 但是是有辦法可以克服的 是有辦法的 雖然外資每天都賣賣賣賣賣賣 感覺人家崩盤一樣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每天賣也奇怪了 但是我們要自立自強啊 虧掉想辦法賺回來就好了 我今天賣掉一檔個股 抱歉啦 不能不賣啊 賣了沒有錢啊 我為什麼要買新的股票 我當時來講 跟你講胎壓偵測器 胎壓偵測器的股票 它還沒有走完 還沒有走完 於是我有跟你講一粒電 9月9號要跟你講 9月12號的收尾 直接跟你講 我倒是遮起來的 買到相對低點 9月12號一粒電的地方 我們直接看電腦畫面 抱歉啦 我賣掉了啦 賣掉還要跟你交代一下 我沒有錢啦 沒有錢 我為什麼要買新的股票 幾乎啊 是不是最相對低點 那你給我一點時間 盤一盤盤盤一盤 衝高 衝高之後呢 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要幹嘛 好我們翻快一點 衝高之後呢 我跟你講為什麼要買 然後我跟你講為什麼要買 擴大戰果嘛 然後我跟你講很踏實 今天很簡單 三個高點都沒有過 三天高點沒有過 底部已經成形的沒有錯 大盤再破地 底部成形的沒有錯 我說我獲利全出 我直接要抽回來了 因為我買這檔 我每天跟你講這一檔個股 要進去啦 足了七年半的大底 所未合適 不要怕 昨天已經旺上公了 今天大環境不好 盤中打到跌停板 打到跌停板 我說你不要怕 我今天把一粒電的資金抽出來 我把它買進去了 抬壓偵測器的小尖兵 外資賣大盤碟 抬壓偵測器 他還是要用 不要害怕 把電話給波通 你今天把電話給波通 很有可能買到相對的低點 打電話機來全面送給你 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 我是米加頭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 非常幸福的國家 在世界上 只有少數的國家 有這種樣子的全民保守 許多我們認為 理所當然的 像是有乾淨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許多貧窮的國家 這些不是遙不可及的 更有所醫療照顧 請珍惜台灣健保 健保有你真好 我們堅持尊嚴 一路走來始終如醫 累積經驗 凝聚實力 向下扎根 向下扎根 穩定成長 頭部界 永遠誠信的品牌 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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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 頭部 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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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 頭部 保險 讓您幾家人獲得 多一層保障